别的中单英雄你不学都能玩 但是干将墨爷你不学让自己手真的不能算是会玩 本期我们带来干将墨爷的教学 把这四个细节学到手了 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小伴去上一部大分了 点赞收藏直接开始 第一点干将如何快速清理兵线 开局呢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利用长剑去进行瞄准 等待兵线到达线上后 我们先用长剑的侧边对准第一个小兵 长剑的交汇处对准后排的两个小兵 然后打出去 紧接着呢再用同样的方式 把短剑的侧边瞄准前排兵 短剑的交汇处呢瞄准后排兵 这样打出去后呢我们再给前排兵一下普攻 直接清理掉一波兵线 非常简单学会了吧 第二点干将不传的绝学卡双大 先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假设前面的几个人偶是敌方目标 我们直接开大把剑给丢出去 打出成敦的伤害 然后呢再把短剑给丢出去 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大招又可以释放了 再丢个大招出去对面人偶直接就没了 这个伤害是不是很猛 我们实战中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先把大招给丢出去 打了成敦伤害 再用短剑呢带走对面小鲁班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再放一次大招了 假如团战时干将可以朝对面人群里丢两个大招出去 那这个结局呢是不敢想的 是不是非常的秀 原理呢就是干将的飞剑命中目标 都可以减少一秒大招的冷缩 那我们可以先开启大招 然后不要丢出去 你要等到大招快转完的时候 再把大招给丢出去 那么多柄飞剑命中目标 可以减少大招冷缩时间对吧 然后呢再把短剑给丢出去 命中目标继续减少冷缩 这样你的大招就可以再次释放了 学会了吧 这个呢就是干将卡双大的一个戏巧 非常简单 第三点干将被目标近身怎么办 第一种情况 对面没有出抵抗鞋 我们直接一技能推开 然后秒接三技能长剑就可以的 伤害呢就可以打到目标身上 第二种情况 对面如果出了抵抗鞋 我们用一技能推开目标后 就要用短剑去攻击目标了 明白吧 这样呢才能命中 当然如果你是用一技能的末端 去命中目标的 那你还得用长剑去攻击它 即使它出抵抗鞋 这个条件除外就行了 明白吧 至于目标给你贴身 的话呢就不需要再放一技能 直接开大招 然后秒点二三技能就OK的 现在知道怎么对付刺客了吧 第四点 如何提高干将技能命中率 第一种方法画圈 屏幕上根据长剑和短剑的范围 画出两个圈出来 当目标处于外圈的范围 我们就用长剑去攻击目标 不可能抓不住的明白吧 当目标呢 接触内圈范围时 我们就用短剑去攻击 这个办法虽然无耻了点 但是对你上分真的很有帮助 第二种方法 我们打开设置 点击操作 把下方的镜头偏移功能给打开 就是屏幕上这个小摄像头标记 我们拖动它 可以把干将视野拉得很远 那许多小伙伴的不会拉三指 不会三指操作怎么办呢 其实问题也不大 你会拉镜头偏移就可以的 只要你的视野足够远 你就完全可以预判到对面动向 密中滤伞就上去了 学会了吧 好了 本期呢就先教这么多吧 我们下期再见